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38分直播 0.38分弹幕高清超清 取得成功 在莫里尼奥两度执教切尔西时 切赫 兰塔德和德罗巴都效力于球队之中 但特利与莫里尼奥之间的关系最好 他甚至将后者称作和做过的最出色的主教练 在莫里尼奥执教时 切尔西三次赢得英超冠军 三次赢得联赛杯冠军 还曾经赢得了组种杯冠军 特利后来表示 他知道如何下取出每一个人的所有能量 他对的强度以及对细节的关注令人难以置信 贝尼特斯 敌人 贝尼特斯显然是莫里尼奥最大的敌人之一 葡萄牙人不断嘲讽贝尼特斯 2010年 在莫里尼奥离开国米之后 贝尼特斯接手了这只刚刚赢得三冠王的球队 但他后来被葡萄牙人抨击摧毁了他的蓝黑军团 然而 他们最为不合的阶段还是在英超 这是因为莫里尼奥执教的贱尔西和贝尼特斯执教的利物普多次交锋 尽管有着颇为相似的足球理念 但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总是剑板弩张 卡兰卡 朋友 在上萨季结束之后 法里亚辞去了曼联助理教练的职务 宣布自己希望成为一名主教练 如果他能够顺利就职 那么他就像罗杰斯 伯埃斯 卡兰卡一样 在担任过莫里尼奥助理教练之后最终成为主教练 在莫里尼奥执教皇马时 卡兰卡一直担任其助理教练 在2016年米德尔斯堡对着曼联的比赛之前 卡兰卡称赞了葡萄牙人 看到他 我会很高兴 我要向他和他的教练组表示感谢 我能够来到英超 就是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是真正的好友 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拉涅利 第一人 当拉涅利2017年被莱斯特城解雇的时候 莫里尼奥曾经表达了对拉涅利的支持 甚至在初期新闻发布会 是将意大利人名字的首字母 拎在了自己的衣服上 然而 这很难不让人想到莫里尼奥或许是在影射 切尔基前面称为失败者 并且嘲笑了拉涅利的英语和年龄 阿贝罗亚 朋友 与皇马更衣是决定 是导致莫里尼奥离开伯纳乌的关键原因之一 但阿贝罗亚却一直站在葡萄牙人的一边 以至于莫里尼奥曾经将皇马又炸成为杰出人士 我合作过的最重要的球员 但众多皇马球员公开反对莫里尼奥的时候 阿贝罗亚却公开站出来支持主教练 这得到了莫里尼奥的赞赏 而阿贝 罗亚也将葡萄牙人描述为足坛最勇敢的人 瓜迪奥拉 从朋友变成敌人 莫里尼奥和瓜迪奥拉曾经在巴萨一起工作 前者担任罗布森的助教 后者则是队长 他们经常在训练场上分享各自的想法 在1997年欧洲优胜者非决赛 以1比0战胜巴黎圣治尔门之后 这两人曾互相拥抱 13年之后 他们却成了敌人 当时瓜迪奥拉担任巴萨主帅 阿莫里尼奥拉担任皇马主帅 2008年时 葡萄牙人曾经毛罪自荐担任巴萨主帅 但巴萨董事会却选择了瓜迪奥拉 而后者当时仅有的执教经验不过是执教巴萨逼对 如今分别担任曼城 曼联主帅的这两位主帅 在西班牙曾经多次发生冲突 最令人难忘的当属瓜迪奥拉 在新闻发布会 上路去莫里尼奥是某某的老板 奥巴尔 720p 搞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 扑莫里尼奥私下抱怨 如果是其他俱乐部 我早就辞职了50% 75% Z1428VKF24J 播放模式 HTML5 HD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宽高864x486 音量50% 视频协议 HTTP CDN Radio DISPATCH.TC.QQ.COM 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60923961A874 4059CFE9726S7731618 D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布莫里尼奥私下抱怨 如果是其他俱乐部 我早就辞职了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YOWDATAVIDEOARPUSHVDW1428VKF24JIMJHTTP NOOSGTIMG.COM MSLAPLS0499102 7606404800 Gate视频 布莫里尼奥私下抱怨 如果是其他俱乐部 我早就辞职了 时长约38秒 腾讯体育8月26日炫在足球史上 很少有人比莫里尼奥更能引发巨大的分歧了 对他的支持者来说 葡萄牙人是史上最伟大的主教练之一 已经在四个国家取得了成功 而对他的批评者来说 曼联主帅的指教能力正在减弱 而他也往往只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 前估计你还前锋蝶哥米利托曾经这么评价 穆里尼奥 他需要一个敌人来批评或者保护自己的球员 那么 谁是穆里尼奥的敌人 谁又是葡萄牙人的朋友呢 伍德沃德 敌人 对曼联球你来说 令他们担心的是 穆里尼奥和伍德沃德 似乎处于敌对状态 尽管在一月份刚刚与穆里尼奥续约 但在夏季转回窗口 满联副主席并没有支持葡萄牙人的演员要求 媒体分析 伍德沃德不想投入巨资 迁入穆里尼奥希望迁入的球员 这是因为他们年龄偏大 缺少转售价值 从表面上来看 这两人应该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尽管如此 穆里尼奥认为自己被视为主教练而不是经理 因此 我们很难看到他们解决互相之间的分歧 威廉 朋友莫里尼奥在刚刚过去的下窗 希望迁入的球员之一就是威廉 在2013年到2015年 巴西边风一直是莫里尼奥指教的那只 切尾西的关键球员之一 在2014-2015赛季 莫里尼奥指教的篮军赢得了英超冠军 而威廉出场了36次 在之后一个赛季 巴西人是少数几名保持出色状态的篮军球员之一 7月份接受采访时 威廉曾表示 他是我合作过的最出色的主教练 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是朋友 有时候我们会谈谈 互相发短信 他是一位出色的主教练 我真的很高兴能和他一起工作 希望有一天我们还会一起工作 温格 敌人 莫里尼奥与温格可谓水火不容 甚至可以被视为英超史上对抗 最为严重的一对主教练 他们对足球的看法截然不同 温格强调风格和表现的重要性 而莫里尼奥则更看重成绩 经常面试所谓的诗人和理想主义者 他们之间的对抗也经常变得个人化 莫里尼奥2005年将温格称作偷窥狂 九年之后则把阿森纳主帅成为失败专家 在温格离开阿森纳之后 葡萄牙人曾经表示他们有一天会成为朋友 但这很难变成现实 马特拉奇 朋友 当莫里尼奥2010年率领国企米兰赢得三冠王 并且随后前往皇家马德里时 没有比马特拉奇更心烦意乱的人了 一座风玩墙著称的马特拉奇 被媒体拍到与葡萄牙人留着那告别的画面 2016年时 马特拉奇曾表示 我可以告诉你 我认为 莫里尼奥和李逼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教练 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取得的成绩 而是因为我曾经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过 莫里尼奥动力十足 非常聪明 经验丰富 而且能够让你产生共鸣 拉伊奥拉 迪善 拉伊奥拉从来不是在幕后低调开展工作的经纪人 他来不会隐瞒自己的看法 周二公开批评 曼联传其中场斯科尔斯就是最好的证据 拉伊奥拉正在为自己最好的客户伯格巴寻找新东家 这显然会引发葡萄牙人的不满 在对莱斯特城的比赛之后 莫里尼奥暗示了对拉伊奥拉的不满 有些事情我可以说 但有些事情我就不能说了 否则我就会被罚款 一部 朋友 拉伊奥拉的另一个客户 一部 则与莫里尼奥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008-09萨纪时 莫里尼奥在国米执教过一部 而在2016年 葡萄牙人将瑞典前锋带到了曼联 同时 一部也曾效力于瓜迪奥拉执教的巴萨 那么 他更喜欢那位主教理呢 在自传里 一部表示 莫里尼奥是瓜迪奥拉的对手 如果说莫里尼奥能点亮一间屋子 那么瓜迪奥拉就是那种给乌子拉上黑幕的人 我猜想 瓜迪奥拉试图想像莫里尼奥那样 基本上说 莫里尼奥是一个我愿意为他去死的人 拉莫斯 第一人 当局叫黄马的莫里尼奥 在2012-13赛季放弃卡西利亚斯时 葡萄牙人就与拉莫斯出现了矛盾 作为俱乐部忠诚 队长 卡西利亚斯在更衣室 观众席都很受欢迎 而拉莫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力挺自己的队友 更衣室的内乱导致黄马分裂 一些球员和球迷支持莫里尼奥 而更多的人则支持卡西利亚斯和拉莫斯 2017年时拉莫斯表示葡萄牙人无法与其达内相提并论 莫里尼奥只是与我合作过的另一位主教练而已 我认为他根本没有改变我的职业生涯 德科 朋友 2004年 莫里尼奥执教的波尔图赢得了欧冠冠军 而德科则是球队里的重要成员之一 从此之后 德科一直为莫里尼奥送上一枚之词 在莫里尼奥执教波尔图期间 德科在两个赛季里踢了90场比赛 并且赢得了包括大耳朵奖杯在内的四座馆奖杯 2013年时 德科表示 莫里尼奥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好的主教练 如果你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那么就会取得成绩 的确如此 与莫里尼奥的合作令人难以置信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 孔帝 敌人 考虑到孔帝2016年 接过了切尔西教编 并且随即帮助蓝军赢得了英超冠军 那么他和莫里尼奥就很难成为朋友 当莫里尼奥执教的曼联在斯坦福桥 以林比斯高付的时候 曼联主帅质疑了意大利人的庆祝 有些过度 声称自己被孔帝羞辱了 在之后的两年里 两人不断展开口水战 莫里尼奥认为切尔西主帅在边线上想个小丑 而孔帝则把55岁的莫里尼奥称作小人 此理 朋友 一旦莫里尼奥能够成功的在更衣室里 制造出许位心态时 他就往往能够